哇 这地方 几个股东可以在那儿 好好的享受一下 也可以在那儿开会 今天又带各位来参观 另外一个更能够节省时间的方法 回台湾 就是坐我们的 私人航空公司的飞机 那这个飞机的话 是我的一个客人 刚刚新买的是弯流的650 据说这架飞机 从洛杉矶飞香港 只需要11个小时 就可以飞得到 而且可以直飞 中间不需要中转 不需要加油 哇 这么一架的飞机 刚刚将记得 2022年的全新的飞机 我相信呢 很多我们的好朋友们 都没有参观过 私人的飞机 到里面长什么样子 走 我们一起看一看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到了这个飞机上面 是不是有非常舒服 冰子如归的感觉 皮的椅 然后飞机上面的饮料 还有点心 都是不停地供应 飞机的话 你光是看到它的窗子 窗子就比我们一般的 民航机都不会小 都还更大的一个窗子 我们上民航机的话 都会说 先生麻烦你关机 麻烦你关机 我们快要起飞了 可是我们坐私人飞机的时候 这个飞机可以无线上网 而且是最快的网速 而且打电话也不会有人管你 因为这些都是在 他们设计的安全程式之内 是可以打电话 可以无线上网 这一切东西 不管是起飞的时候 或下降的时候 都没有问题 总算出发了 因为刚才今天的风比较大 排队上起飞跟排队下降的飞机比较多 所谓的马力 可以在飞机起飞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冲劲非常的强 因为在镜头上面 可以看到前面的鼻轮放下来 非常的平稳 虽然风那么大 飞机在天上的会一点抖动 知道这个风 可是下降好平稳 非常舒服的感觉 除非想买一台 只要能够使用 但是不需要拥有 不只带你看最强的弯流私人飞机 这期节目在加码开箱 过硬737改装成的私人商务机 豪华内装一次看 另外一个沿界开大开沿界 这个可以装300多人的飞机 可是现在改装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 当这个要开会的时候 这地方几个股东可以在那儿 好好的享受一下 也可以在那儿开会 非常舒服 整个飞机 你看平常的飞机 这边是三个位置 那边三个位置 现在这个地方 整个都打开来 对 Chairman 来来来 打麻将打麻将 这个飞机上面的娱乐设施 也不缺乏 在这地方四个人打个麻将 戳个八圈 这个可能八圈还没打完 OK 飞机引到了 对不对 如果我真的有多好 假如我真的还住 我不要说我买得起 我能够用得起这架飞机的话 也就算成功了嘛 包机的话一个小时两万五 我会飞一趟东南亚的飞机 大概因为它要攻击回来的话 来回要算五十万的费用 对 你看 这地方还可以在飞机上面 商拿 可以洗澡 这些设备真的是顶级的享受